哈喽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呢,在我YouTube频道里面我收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给我提供的很多宝贵的建议 让我可以一直不断的进步 在之后的视频呢,我会每一期分享一至两本书 把它讲的更细致一些 那么我们回归今天的主题 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本社会派的推理作品《告白》 作者是凑家苗 这本书呢,是采用罗生文的手法 书里面一共包括了六个章节 从案件相关的五个人的每个人的角度 分别对整个案件进行了描述 最后呢,读者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些拼凑在一起 最后知道整个故事的全貌 故事的主角是森口幽子 是一位单亲妈妈 同时也是一位中学教师 她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叫艾美 由于工作的原因 每周三教职员会议的时候 森口会把女儿带到学校的保健室 然后再去开会 然而就在这一次的会议之后 森口所面对的却是泳池里溺死的艾美 警方根据艾美没有外伤 并且衣着整集来判断 艾美可能是由于失足掉进水池的意外事件 一个月后 森口向校长递交了辞呈 一方面是因为艾美的死 然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艾美的死 并非意外 而是被自己班上的两个学生杀害的 接下来我们把两个范围人称作A和B A是一个不起眼的学生 学习成绩非常好 但是他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从小学高年级起 就常常捡流浪猫狗回家 用自己发明的行刑机器反复虐待 最后残忍的杀死 而且还把整个过程拍成视频发布到网上去 他希望将来能够通过自己制作的行刑机器实行犯罪 登上各大头版成名 B是一个性情温和 而且很招人喜欢的学生 他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 有一次他去打游戏被一群高中生包围了 还好在巡查的校外辅导警察发现后 及时帮了他 但是因为学校发生了一些事件之后 就规定男女学生的事情 分别要由男女老师去处理 所以来接B的是男老师 而非班主任孙口 可是B看到来的竟然不是班主任 就很受刺激 觉得孙口老师 竟然把自己的孩子 看得比班上的学生更重要 在2月初 A把他自己之前发明的 一个电源钱包的拉链电压升值三倍 很想要试验一下 于是他就去问B 有没有想要惩罚一下的坏人 最后两个人决定把艾美当做小白鼠 于是在那个星期三的晚上 A和B两个学生来到游泳池边 跟艾美假装亲切的打招呼 然后把自己改装后的绒布小胯包交给艾美 说这个是妈妈送给你的礼物 赶紧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惊喜吧 就在伸手拉拉链的瞬间 艾美倒地一动不动 A同学因为自己的实验非常成功之后 就特别开心地离开了 只留下B一个人傻傻地愣在原地 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为了掩盖这一切事实 他把艾美扔进的游泳池里 装作是艾美不小心掉进泳池的样子 然而案件的真相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森口老师检测的小胯包的电压数值 发现根本就不可能伤人 艾美可能当时只是晕倒了而已 如果不是B把他丢进的泳池 可能艾美至今还活着 也就是说A虽然有杀意 但没有直接下手 而B虽然没有杀意 却杀了人 紧接着故事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 森口老师并不打算翻案 而是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惩罚A和B 让他们知道生命的宝贵 并且让他们觉得自己罪孽深重 日本厚生劳动省实施的全国中学生乳制品推广运动 要求中学生每天在学校必须喝一盒牛奶 于是森口老师就在他们两个人的牛奶盒中注入了带有HIV的血液 并且在离职之前 把整件事情的经过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讲了出来 新学期到了 班上来了一位新的班主任叫做梁辉 B同学从新学期开始就再也不来学校上课了 A还是照常来上学 但是同学们都离他远远的 生怕自己被他传染 后来在班级里还实行了对A的制裁分数制度 大家需要每周向一个邮指报告自己对A做什么惩罚的行为 来得到相应的分数 每周六结算 分数最少的同学将会在下一周开始 被大家视为是杀人犯的同党 接受同样的制裁 梁辉老师呢 每周不间断的去B的家里 想要劝说他来学校上课 然而就在最后一次到访那一天晚上 B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原因竟然是他想被警察抓走 与此同时发生在A身上的事情也是非常的戏剧化的 他小的时候就像妈妈一样聪明 但是后来他的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 并给承诺从此以后再也不和A见面了 那么可想而知 A就非常的想要见到自己的妈妈 同时想要跟他分享自己的发明有多么的了不起 经过很多努力最后还是无法实现 而且当A得知自己的妈妈已经有了另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崩溃了 于是他就策划了一起爆炸案 想要通过这一个犯罪来登上新闻让妈妈看到自己 整个故事的大致内容就是这样的 大家听完之后不知道有怎样的感受呢 我个人是觉得在这本书中有非常非常多的点是值得大家去思考和讨论的 首先是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 A同学是从小缺失家庭对他的爱和关注 于是他就非常渴望被爱 而B同学恰恰相反 他就是母亲特别的爱他 于是他就有点叛逆 他们在这本书中不同章节中分别从自己的个人角度出发 描述了整个案件和他自己的成长经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读一读这本原著 另外我想说的就是他们这个班上的同学 对A所做的这些事情 这些小孩就仿佛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 想要对A进行惩罚和审判 然而他们真正害怕的其实是自己变成下一个被制裁的A 可是大家都知道杀人不对 那难道欺负人就是对的吗 最后还有就是森口老师对这两个学生的惩罚 有点太过于极端了 就像标题中写到的 小孩子的恶是最可怕的 但成年人的恶也好不到哪去 总之在这期视频中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告白 我是非常强烈建议大家自己去读一读 来细细的品味的 还记得书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 对于同一件事因角度不同 看法天差地别的情况 在这世上比比皆是 那么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中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有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听我讲的书 也可以在留言区中告诉我 还有别忘了留下你的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